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来聊一下母爱 可能又会冲击一些人的固有认知 之前都是男同胞骂我 今天这个视频可能会出现男女双打了 关于母爱 大家的潜意识中都是互用质疑的 连质疑的生意都是不道德的 一些过来人在全女人生孩子的时候 都会说你生了就喜欢了 生了你就爱了 首先我们第一个要打破的固化认知就是 母爱不是天生的 天生的只有本能 母亲在孕极素刺激下产生的一系列照顾 保护幼崽的本能不是爱 比如孩子哭了 你会下意识的去看一下去喂奶 这些都是本能反应 本能是基因的操控 基因为了滋生延续 会做出一些看似无私的举动 但那不是爱 更谈不上伟大 就事实上绝大部分生命体 所有哺乳动物 包括鸟类都携带的属性 是谈不上伟大的 所以一个女人呢 不会因为生殖功能正常 完成了怀孕生产这个过程 一夜之间就会变成有母爱的 这事实上从来没有天生的爱 所有的爱都是后天精神世界的产物 如果母爱是天生的 这事实上就没有虐待遗弃 就没有那么多痛苦 每个人都是母亲生的 那么就表示着 每个人都应该是在爱中长大的 所以这个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完成生育这个过程呢 不可能产生爱 能产生的只有恶路疼痛 还有彻夜不眠不休的哺乳 所以这事实上从来没有天生的爱 所有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都是靠后天相处中培养出来的 包括母亲和孩子 社会对母爱的歌颂呢 是因为需要母亲去牺牲 去无私奉献 就跟三野千和子老师所说的 就是给爱和母性赋予相真性的价值 并将其退上神坛呢 实际上是长久以来 榨取女性劳动力的意识形态机制 在一个生育权都还没有被女性 就是普遍掌握在手里的地方 女性还没有实现 就是想生就生 想不生就不生的自由 谈母爱呢就是自欺欺人 人是不可能 发自内心的爱上没有选择的事情 就是满汉全息 拿把枪指着你家里吃 你也不会吃得开心的 那么在一个把生育 就是普遍当做婚姻的义务 不生孩子普遍找不到结婚对象的地方 对女人的功能性需求 是大于情感需求的地方 一个女人能发自内心的爱上 就是被环境和生存所迫 生下的孩子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们在养孩子的过程中 对孩子基本只有两种态度 一是厌恶 会把自己因为懦弱 对生活屈服下的结果 把所有对生活的压力 愤懑 发泄在孩子身上 认为自己糟糕的生活 都是孩子造成的 会一遍遍地告诉孩子 这辈的因为他自己才会变成这样 他们会跟当年父母折磨自己 要折磨孩子 然后又会懊恼痛恨自己 周而复始 一种是对自己的人生 对婚姻 对生活绝望后 就把孩子当作救命稻草 占有 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妈妈 他们最常见的口头禅 就是为了孩子 我可以怎样怎样 他们全身心地铺在孩子身上 把孩子当作心灵的寄托 当作人生的希望 他们对孩子百依百顺 有求必应的溺爱 他们是依附在子女身上的情感寄生虫 在子女长大后 渐渐不再需要自己那一天 他的世界就在崩塌 他们生活在失去的恐慌中 会歇斯底里 会想着办法打压贬低孩子 他们通过削弱孩子的精神力量 通过物质来诱惑 降低孩子的生存能力 通过眼泪哀求 激发孩子的道德亏欠 从而把孩子舒服 捧绑在身边 好让自己继续精神寄生 这样的父母 尤其是母亲 在我们身边到处都是 而那些精神一直被削弱 生存能力低下 根本无法开展自己生活的孩子们 他们由于无法通过自己的能力 去向外拓展自己的生活边界 去开启自己的人生 从而也找不到生存的目标和生活的意义 所以他们大多都是活成了 一事无成的 被寄生者养大的寄生物 一边就是压抑愤懵 活得像个刺猬一样去攻击他人 一边就是经济上 情感上依赖父母无法断奶 这就是我们当下很多 亲子关系的现状 就是两三个 就是人格精神残权不独立 都不懂得爱的人 彼此需要 彼此折磨 彼此利用 彼此寄生 这样的男巨婴呢 在我的评论里有其多 这些巨婴呢 就是想不明白 如果他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 是自己自由意志下的决定 孩子是他有能力承担下的自主选择 他是他母亲期待中 而不是社会环境世俗压力 被迫下的产物 他们就不会成为今天这样迷茫的 满腔愤怒 在网上到处招靶子发泄的人 他们的母亲如果在婚姻里 有过尊严 被人尊重 善待过 他是不可能培养出一个沦落到 就是在网上骂别的女性 母人 母各种动物的儿子的 他们不知道他的人生不幸的 只是延续了他母亲的不幸 然后他们还要想像他父亲那样的 想要再找个女人生个孩子来转移不幸 这就是我们很多同胞 从生到死的在玩的一个游戏 就是不幸击鼓传花 而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呢 就是在呼吁现代女性的 去自立自强 去围绕自己的人生去发展 去提高生存能力 先去建设自己的生活 去实现经济精神独立 然后把生育自主权掌握在自己手上 做到能为自己负责 能为孩子负责的时候再去生孩子 这样呢他才有选择 才有力量主动拒绝 他能递到自己手上那朵不幸之花 从源头上呢 就不会把一个跟你那样不幸的孩子 带到这个世上 而今天这个视频呢 也是希望女孩子明白 母爱不是天生的 是后天精神世界的产物 你如果经济不独立 精神贫瘠 还不理解什么是自爱的话 你是没有爱给孩子的 你不将思考的 把一条生命带到这个世上 结局绝大部分情况 就是你和孩子 都会成为生活的牺牲品 二呢要明白 既然母爱都不是天生的 需要后天培养的 那么就更别说父爱了 父爱是需要一个男性 在经济精神独立的基础上 有强大的责任心 爱心 不然他是不可能 跟你一起承担育儿的责任的 认清这个事实之后呢 你就要对他人 有着清醒的预判 三呢希望那些 有原生家庭的痛苦 被父母伤害的同时呢 还在期待父母爱的成年人 可以早日醒醒了 因为有期待呢 才有痛苦 去明白这世上 绝大部分父母 都是自己都从来 没有得到过爱的 他们从未得到过的东西 他们就没有办法给你 他们也不知道 怎么去爱孩子 你看网络上那些养老院恐吓 都是在劝大家 去生一个老来好用的工具 孩子生下来后呢 再用爱去把那个工具的目的 包装起来 现在依旧是这样 别说思想更加落后的 我们的父母背了 所以放弃对父母的幻想 期待和志念 这样呢就能从 被他们左右 和牵制的痛苦当中呢 解放出来 然后呢去踏踏实实的 围绕自己去发展 去努力的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 去不断的学习 一步一个脚印的 去建设自己的生活 去实现经济和精神独立 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去和父母就是树立清晰的边界关系 你只有完成思想的解放 和资深的成长 你只有自爱 你才不会活成你父母的翻版 你未来呢 才不会活成你孩子的寄生物 你也才有爱给你的孩子 五呢就是只要我们明白 这世上的没有天生的爱 一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都是后天相处培养出来的 那我们就可以打破血缘的神话 我们认为亲人之间 更可能有爱呢 那是因为亲人是我们生命中 最早认识的人 占尽那个天时地利人和 所以更容易培养出爱 但并不代表就不等于 我们和亲人之间 就一定能培养出感情和爱 我相信很多人 在有血缘的父母亲戚关系 和无血缘的朋友伴侣关系上 都已经体验到了这个说法 这个逻辑清晰之后呢 我们就要知道 我们是可以跟世上的任何人 都可以成为亲人的 只要你们之间彼此有爱 你搞清这个逻辑呢 你就能从那个血缘的 智库当中挣脱出来 你就不会被血缘绑架 血缘论归根结底 只不过是给那些没有爱的父母 确保自己的每一分投入呢 都有确定的回报 而使用的精神枷锁和道德工具而已 感谢大家耐心观看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也请就转发点赞和评论 也欢迎大家的理性留言讨论 谢谢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